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个热点 最近社会上的戾气给人感觉越来越重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也说明这一点 你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讲的是调解人上门调解,结果挨了一顿暴揍 按理来说调解人上门是调解矛盾的 结果被调解了一番,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一顿输出 你说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大家先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家看视频啊 夫妻发生矛盾,调解员上门帮忙调解 结果却惨遭对方一顿暴打 打人者甚至扬言,他打的就是调解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这件事,调解员王先生是感到既委屈又气愤 他透露,被打的当天他是受一名男子的委托 该男子想上门跟妻子求和 于是,调解员王先生就跟着求助人一起到女方的家里 结果女方的家属情绪很激动 他们表示不接受调解 王先生劝家属冷静冷静,话刚说出口 女方家属就接连几个拳头招呼上来 王先生当时也是赶紧表明了身份 说他是调解员,结果不说还好 一说调解员,女方家属打得更狠了 一边打还一边嚷嚷着 说他们没打错,打的就是调解员 打人者一共有两人,对方全打脚踢 所以王先生毫无还手之力 女方家属根本没给王先生解释的机会 而求助人跟摄像大哥看到这个场面 也是吓得连退几十米 直到民警赶到,女方家属这才罢手 王先生想不明白,他本是好心帮忙调解 为何家属二话不说就要动手,实在是可恶至极 夫妻发生矛盾,丈夫带调解员上门求和 结果调解员却被女方家属打到住院 为什么女方家属要打人呢 调解员王先生也搞不明白 因为他当时只是劝双方退一步海阔天空 结果女方家属就冲了上来 事情发生之后,女方家属也没有上医院来探望 王先生感到很失望 我现在被伤害了这么多天 对方至今没有露面 不但让我的身体受到伤害 让我的心理也受到了严重伤害 我没有看到他们一点点的悔改之意 实际上,调解员王先生也不了解 那对夫妻具体发生了什么矛盾 因为还没有开始进行调解 对方就动了手 看得出来女方家属当时很气愤 不过,即使再生气 也不应该动手打人 王先生认为 对方太猖狂太嚣张 一定不能宽容 一定不会顾惜纵容 不会让这么一个恶人 继续在社会上伤害他人 伤害社会 王先生已经选择报警 决定追究到底 这件事也让许多人议论纷纷 很多人说调解员是多管闲事 不知道双方什么矛盾 就上门调解 被打是早晚的事 也有人认为 调解员是无辜的 毕竟是好心帮忙 平常调解员总是帮人化解矛盾 可是当事情发生到自己的头上时 调解员也就没办法像平常那样冷静了 虽说是好心帮忙 但是在调解之前 还是应该多了解情况 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 我先怀疑这是恶搞 但是我看不像是自媒体 是正经的一个电视台播出的 这里面简直太荒荡 充满了讽刺意味 首先一个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打人肯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个没毛病 犯法了 而且经过验伤 行凶的人恐怕涉嫌这个刑事犯罪 主要是看这个伤的程度 这个视频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总统的说 这是社会戾气太重 但是我们要细细的去分析 我得到的不是讽刺 而是说明这个社会 法治失效了 不起作用 一定是我们的司法体系 拿出毛病了 如果真的我们做到啊 叫有法可疑 有法必疑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法律真的能做到这个 严明 真能解决问题 那就不会出现这种 调解员上面被打 说明这个双方矛盾非常激烈 这个时候理应法院法律介入 要么就是被害一方 觉得自己被施暴了 或者自己被粗暴对待 他就报警 警方解决 要么去法院起诉 法院解决 如果这些都很有效 这些途径啊 能够解决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实际上就是这些途径 都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矛盾 最后派生了一个调解员 调解 这个调解员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角色啊 是这个义务的 还是带有这种官方性质的 依法调解 奉旨调解 一般的都是街道和社区的这种 他也不是奉旨调解 纯粹是一种补充手段 你派出所 法院解决不了 你靠这些人去 挨揍也很正常 因为被调解的一方 他有气无处撒呀 他感觉这个有理 没有地方说 说了也没用 自讨没去 自取其辱 自己耽误时间 耽误精力 所以调解员来 没什么好说的 一顿输出啊 所以我觉得首先一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还是司法这个体制啊 出问题了 你解决不了这些矛盾 第二个呢 作为调解员 咱们有着俗话叫 没有金刚钻 不难此其活 你有没有这个调解能力 这就是斡旋啊 知道吧 俄乌战争 很多国家都要充当调解员 都要去斡旋啊 有些国家去斡旋两圈 三圈 你斡旋了之后你挨骂 对吧 都说你不好 都把猫头对住你 这个不就是现实的例子吗 大到国际社会 小到邻里纠纷 不都是一个道理吗 对吧 你这个调解员 你有没有这个金刚钻 谁听你的 你说话好不好使 别人能不能坐下来 听你说话 这就是一个能力啊 显然啊 你不具备这能力 人家都不想听来听 坐下来听你说话 只想打的你 你说说 某些国家去调解 偶无冲突 说不定也有人喊的 就打的就是你 你看 很多时候道理是相通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批评啊 这个调解员 你不该去调解 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应该调解 但是你调解 做好准备 对吧 把情况问题 矛盾 要分析清楚 要准备很多预案 发生这种极端情况 应该怎么办 人家根本就不想听你说话 你应该怎么办 就说 这些都是你的叫金刚钻 是你的能力 你像这种情况啊 你一看形势不对 那就赶紧不要调解了 就改天再来 你这个时候再来调解 那就是火山浇油啊 人家正在气头上 有气没地方撒 你跑来 要强摁一下牛头去喝水 强行跟人调解 被打呀 也有这个合理的部分 人家在气头上 你把脑袋伸过去 所以作为调解员 还是要把这个矛盾呢 要分析清楚 双方的厉害 双方共同点 共同利益在哪 矛盾纠纷在哪 核心利益是什么 哪些地方是可以谈的 可以让步的 你他们的来龙去脉 这个纠纷的前因后果 一定要搞清楚 你还得有各种预案 谈得好 那怎么样 趁热打铁 谈得不好 赶紧先停一停 改天再来 等等吧 双方气消一消 都在气头上 你怎么调解呀 谁也不能让步 我想这是调解员 自身的修养 能力 你调解员不能光靠一腔热血 光靠自己的主人为乐 热心 这个是不行的 你还得有能力 否则你不叫调解 叫拱火浇油 你看 教的不好 自己挨揍 第三个 就是说 你看调解员 你上门 是劝双方要大度 有人觉得自己吃亏了 挨揍了 自己憋屈 你强行劝人家大度 结果轮到你挨揍了 你就是坚决要个说法 绝不饶恕 给人感觉 有点黑色幽默 有点双标 就像网上很多小黄一样 同样的事情 到你这儿 叫抵抗侵略 抗日 到人家小屋那儿 就变成了 跟敌对势力勾结 挨揍是咎悠自取 劝人家 拿领土荒和平 到你这儿 领土荒和平的 那个人 已经盯在这个 耻辱柱上 成了汉奸了 或者到小屋那儿 你就劝人家 领土荒和平 你这不是找打 没毛病啊 好在你遇到的是文明社会 人家克制 没有对你大打出手 如果你要遇到的是 视频中这样的对象 你说打了不是 也是挺憋屈的吗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应该这么说吧 你还经过他人的苦 你还劝别人 领土荒和平 所以你说这些小黄啊 一言难尽呢 关于这个 挑选人上门 劝人大度 最后自己被揍得 头破血流啊 虽然充满了这个讽刺 黑色幽默 荒诞不惊 但是一码是一码 你违法了 那就得追究责任 没什么好说的 本来因为你违法了 你情有可原 你是对方 给你什么气瘦了 你就可以打人 这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视频啊 我觉得有意思 就在他既发现了 咱们当下基层 底层民众之间的 这种矛盾 这种现状 又跟这个国际社会 完美的气候 生活就是这么奇妙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哥啊 要深刻的汲取经验教训 如果继续做调解员的话 那么还是要提高 自己的这种能力 调解员的活不好干 得罪人呢 弄得不好 双方都抱怨你 最后说明了什么呢 咱们刚开始说的 社会利器越来越重 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大家应该知道啊 最近几天啊 社会上发生很多事情 这种惨案 触目惊心啊 你比如说最近 内蒙 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个 灭门惨案 一个凶手啊 杀了人家全家 五口人 这个事情呢 警方还没有详细的说清楚 还没有通报 因为案子恐怕 还在侦破之中 这个凶手 有没有抓住 我还没看到 但是网上各种传说 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传说啊 它就一个导向 这种舆论导向 非常差 让我看了之后啊 就深感这个社会 悲哀的地方 网上有很多帖子啊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有知乎上有人发帖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 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听人说的 听邻居说的 听亲戚朋友说的 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啊 这个凶手啊 是外村人啊 从外地落户到当地 那就是施丹利博呗 完了之后 善有八十老母 自己没孩子 好像是这样子吧 完了家里二十亩地 然后就遇到的是村霸 这个村霸就是村长 占了他们家的地 欺负了他们家多少年 他一直忍气吞声 最后啊 还诉诸法律 告到法院去了 法院判他赢了 但是呢 问题得不到解决 就是得不到执行 这个就是积怨已久 矛盾是怎么爆发的呢 说的就是啊 疫情期间 也就是没有收入 这个凶手啊 带着一口棺材 到这个称霸家里 讨个说法 结果啊 说法没讨到 反而被一灯暴揍 说装进了棺材 差点被闷死 这都是传言啊 那最后怎么就总爆发了呢 又是传说啊 当地要占用这个农田 要拉这个电线线路啊 不要立电线杆嘛 立电线杆就在人家田里面 要占用人家的田 据说啊 装一根电线杆 1500 给你1500的补偿 那这个凶手 他们家那么多地啊 被村霸霸占着的 完了那么多地 如果线路 从那地里过的话 恐怕要跌一笔补偿 那这个凶手 去村霸那儿讨要 又没要到 又是挨了一顿打 所以这个凶手啊 趁着夜色 先把这个村霸 也就是村长 夫妇 夫妇 给结果了 又去把村霸的弟弟 夫妇两个人 给结果了 把村霸的大儿子 也给结果了 把村霸的大儿媳 给他的地方 把大儿媳给绑上 没有结果 据说啊 凶手 认为这个大儿媳 并不坏 平常在这个村霸 欺负他们家的过程中啊 这个大儿媳 经常说一些好话 也就是说 这个大儿媳跟村霸 他们不是同流和物 所以在行凶的时候 就放过了这个大儿媳 本来这个凶手 恐怕还要继续行凶 但是后面就 没有继续了 现在是潜逃 这个就是网上啊 这个有很多版本的 这种叙事结构 这个总结起来就是 凶手受到欺压 人无可忍 奋其反抗 好人也好报 对吧 你平常没欺压的放过 你看这整个的情节 这个东西 首先是编造的 都是传言 因为警方并没有 将案情侦破 还没有通告 死的已经死了 再逃的再再逃 单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 死的死 跑的跑 你这些说法从哪儿出来的 说白了都是以讹传讹 就是你不能说 它全是假的 保不齐有某些是事实 但是大部分都是编的 就为什么编成这样呢 大家也没有一种感觉 像极了水谷 水谷人的好汉不就是这样吗 他编造这种情节 实际上就想告诉你 人无可忍 所以私有余辜 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啊 大家还记得什么 陕西一个叫什么张寇寇 跟那是一样的 还有很多这样的案子 网上一边导的这种舆论呢 对这种 他设定很多情节 各种描述 无非就是为了这个凶手啊 给他找合理性 他反抗是对的 他反抗是情有可原 他反抗反而是 沾显了正义 你看看 为了这个 他编出很多故事出来 他不知道你这是犯法了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是 这种说法这么流行 为凶手辩解 为凶手找行凶啊 找合理性 这个就是社会出问题了 那就像咱们天天聊水谷 水谷为什么流行呢 我说的是当时啊 还不是这些听水谷的人 看水谷的人 都是底层人 听书嘛 大街上 天桥 或者茶馆里面 都是普通民众 那为什么小说要这么写呢 大家也知道啊 水谷里面真正的说 受那些贪官污吏 压迫 逼迫 走投不路 善良杀的 没几个 对吧 你掰着指头鼠 恐怕也只有凌冲 勉强能算上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听呢 说的是当时的人啊 对吧 对那些出轨的女性 那必须是掏肝 掏心 才解恨 对那些好汉 吃人肉 就是淡杀无辜 解气 为什么呢 实际上也是反映了 当时啊 这个劳动人民 底层的人啊 他没有办法反抗 他遇到不公 他面对的就是贪官污吏 他无力反抗 所以他只能寄 希望用这种爽文 替我反抗 说出了我的心声 杀得很爽 是不是这样 反过来说啊 为什么这种东西流行 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一个折射 贪官污吏横行 所以要替天行道 所以他们都是正义的 就只有讽刺的 上面哪个不是贪官 武汉啊 你说宋江 他当压司的时候 他就是贪官 他不贪官 他哪来的那么的钱 送这个送那个 施舍 金石瑜啊 那个雷痕就是贪官 到哪都要钱 行贿啊 那宋江是最会行贿的 为了招安呢 宋江给这个送礼 给送礼 送黄金多少 给高求送礼 给苏太尉送礼 给什么张太尉送礼 统统的送礼 给李诗诗啊 给皇帝的小情人 妓女送礼 中金啊 宋江本人就是个贪官无理 贪官反贪官 为什么老百姓喜欢看呢 解气 那现在你看啊 这种爽文 这种解释 为什么往人流行 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一个 当前的社会风气 还是法治不畅 老百姓有气出不了 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这种不公 也解决不了啊 比如上司压迫他 领导PUA他 让他加班 他钱 不给加班费 等等啊 这种你要打官司 一打不赢 第二打赢了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耗时耗力 等等啊 所以说他他有气 他解决不了 就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呢 被调解的人 他有气 他解决不了 法律也解决不了 所以你调解人来 我帮你打一顿 这个网友呢 生活中遇到的气 他也解决不了 所以就喜欢看这种爽文 你看看 替我出气啊 都有一个称霸 恶霸嘛 必须受恶霸气压 绝地反击 满门操场 解气压 最后还来一个 你看做好人就有好报 平常不怎么欺负人呢 你人家放你一马 我们很多这个武侠小说啊 很多这种文学作品 跟这个调调是一致的 互相影响吧 所以我看到的啊 网上这种言论 越流行 越反映 当下一个心态 不仅立其中 而且感觉就像在火山口上 矛盾似乎到了临界点 网上啊 越是宣扬这种 快意恩仇 私利救济 就是说 你法律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来给你一个说法 他越宣扬这种 越提倡这种 就越反映出社会 矛盾到了一个 非常微妙的时候了 否则这种只能是 偶发现象 不足为虑啊 所以说大家应该关注 你看看 舆论 网上这些网友 他的导向是什么 就这个事情 他能为凶手找借口 已经说明问题了 但是我不能说啊 说这个凶手没有受压迫 不是这个意思 压迫 你这人在社会上 你总会感觉到压迫 这很正常 面对压迫 你该怎么处理 你看那个武松啊 他先搞了个口供 跑到县衙去告状 那个县衙不给他立案 为什么呢 是西门进送钱了 武松大哥 武大郎被杀 案子都立不了 这就是司法不公 通过法律 他解决不了 那这只好私利究计 让我去杀人 杀完人 我去偿命 你该怎么判 所以他把潘景连 把西门进杀了 祭奠他哥 完了之后 录下口供 现场直播啊 这个左邻右舍 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来现场直播 来记录 来作证 见证 完了之后 他跑到县衙自首 要杀要剐 对吧 由你县衙来说 这就是一种爽文啊 我们聊水浒 是聊里面的这些人心 不是提倡这种做事方式 我们是法治社会啊 要法治 用贪官反贪官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说 说明当下利器啊 它怎么形成的 法治不畅 导致利器 或者是加重 如果大家感受到不公 通过法律途径 很容易解决 让你心服可服 或者让你得到胜张 这种利器就小得多 法治是人的最后一个保障 法治的解决不了 人家绝望了 所以武松他要自己立救济 再联想到最近 苏州这个凶手啊 跑到校车上行凶 那是一二元的校车啊 包括吉林市是吧 几个外国人在公园里面 也被人刺伤 等等这些事情 首先是利器 这个社会啊 利器越来越重 其次容易让人联想到 是不是针对外国人 这种有预谋的袭击 我在昨天节目也说了 这种要引起高度重视 因为舆论导向啊 现在是个集组 他把自己所有的不公 遭遇到的这些困难 最后都是美帝的阴谋 美西方阴谋 都是日本 这些话 有一点知识的 受过几个人治义务教育的 恐怕想一想 就发现他可能不对 但是毕竟 咱们的基数太大 有那么一些人 他就是认为是对的 把这仇恨 就转嫁到美西方 日本 一万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这么想 你想想 那有多少人呢 咱们所以这种极端的事 就会发生 而这种极端的事 只要发生一例 对咱们都不好 会加剧咱们的困难 外资纷纷撤离 对吧 你因以为傲的 因以为自豪的 这个治安好 现在已经 一票否决了 你只要引起这个事情 人家害怕呀 你跟人解释有什么用啊 你为了维护一个好的口碑 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结果就被这么一个人 一个极端事件 给你毁了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离不开这些吹鼓手啊 所以这些平台 这些媒体 还在容许这些吹鼓手 在那吹 在那拉仇恨 宣扬对立 搞极端 这种爽文啊 在社交媒体上 居然痛心无阻 我看那个评论还挺多 流量非常大 这明显的就是胡说八道的 道听途说 以恶创恶的 这种爽文 平台给流量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种支持 反抗侵略的 向往文明的 比如支持小屋 反抗大鹅侵略的 反而没有极端的 因为你支持反抗侵略 你支持小屋 反抗大鹅 说白了你是支持文明 你是支持法治的 所以这些人 反而不会走极端路线 什么人搞极端呢 什么人会拿着刀 冲小孩下手 大家想一想 这不言自明啊 所以想一想都可怕啊 冲一个三岁小孩下手 这种极端现象 如果不从根子上面去解决 不把这些背后的 这些黑手 黑嘴 给他揪出来 以后这种极端事件 恐怕会越来越多啊 所以说啊 说来说去 这个社会力气越来越重 主要原因是法治不障 根本原因还是法治出问题了 那其他原因呢 重要的就是 这些平台 要媒体 为了流量 不要道德 没有底线 第三个就是这些极左 夹头之流的 煽动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违法犯罪 说成正义 唐吉这种颠倒黑白 误导了很多低智的人 有人跑到日本去尿尿 回来没有受到惩罚 这就是示范效应 有很多低智人 他就认为这是对的 就应该这么干 你能尿尿 我就能杀人 我比你更爱国 我比你更反日 所以说大家仔细观察 总有一种 叫山雨欲来 丰满楼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